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在前一讲呢,我们已经可以改变三角形的这个方向 接下来我们想要新增一个数值滑杆 达到快速切换的效果 点一下数值滑杆 这边点一下 把这东西呢,叫做这个Type 让它从0到2 我们现在设置成三种情况 增量是1 点选这个滑杆 按一下设定 对,那设定里面呢,我们再点程式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设置脚本来改变 好,那我们今天要设定这个VS的数值 VS 那要根据呢 Type的情况 如果Type等于等于0 就0的情况呢 就是最标准的 最标准的话呢,我们现在设成这个 和这个 设成10 那接下来呢,再加入第二个判断 Type等等1 好,那这边呢,还是设成10 接下来 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Type等等2 好,那这种情况呢 你不需要再加判断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1除掉3的0.5次方 和1 把它输入进去 好,这样子呢 那就完成我们的VS的设定 接下来 VY也是类似的 好 在Type是0 一开始呢 是走01 一开始走01 接下来呢 是-11 最后一个呢 是这边 -2 除掉 根号3 那这边是0 好,这边按在 那输入完脚本 我们再执行一下 OK,好 那这边切换 这里呢 这边括号有问题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按设定 再按程式 这个是点的 这个是if的 SetValue后面还有一个括号 这边一个是三个括号 好,这边再确定 好,那这边呢 我们再来切换 这样子呢 就得到这三种的切换 好,最后可以再将 这两个滑动条叫出来 好,那稍微改变一下 它的位置 好,再稍微改变一下 这滑动条的这个样式 好,跟宽度 好,那颜色呢 也可以再做调整 对,那对这个N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现在就完成 我们的蛇形序列的操作 好,那你也可以再将这个 你也可以将这两个向量 藏起来 好,让画面简洁一些 这边还有一些进阶的拓展 就是你可以拉个小圈圈呢 去改一下位置 而且让它算出来 好,这边就让大家 自己思考一下咯 简单回顾一下 这蛇形序列 其实是通过双层西红石 就可以达成了 通过if跟reverse 达到这个蛇形的效果 另外呢 通过向量 我们就可以改变 这序列的摆字方式 鼓励你利用这方法 来探究更多 来用Jogibar来制作更多序列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